女大十八变 颜值天天变 本周明星谁变美了 谁本坏了 研究颜值一百年的更美所长 来公布本周红榜单咯 以后所长只公布红榜榜单 想看黑榜单可以关注所长公众号更美 红榜第六名 张军宁 女明星记场照千姿百态 四伏最能显露一个人的品味 关小彤记场照看起来像孕妇 和翠粉衣扎身十分少女 而张军宁一身黑色泥打衣 女人味十足优雅大方 回眸一笑宛如十八岁 干净清新 三十六岁保养得这么好 不愧是运动女神 红榜第五名 杨子 前几天杨子举办了粉丝见面会 一向被宋单单说丑的她 在粉丝面前还是蛮美的 猫衣牛仔裤充满青春气息 比曾经的小雪时期可瘦多了 换上一袭艳花长裙 露出明显的缩骨 她真是瘦了 不过这次穿的好像是热巴童款哦 一个清新可爱 一个是风轻女神 各有风格 抛开吐气的小雪时期和肿胀阶段 这是杨子状态最好的时候了 红榜第四名 宋佐儿 佐儿妹子为某品牌站台 所长一看 这姑娘越来越美了呢 梳着浪漫的公主头 穿着红色短裤十分俏皮 穿上西装不显成熟 反而有种正装都压不住的甜 腿也是又细又白 好看的发光 真是无家有女出掌程 这算是继杨幂 辣渣热巴之后的 又一大腿惊气成人了 红榜第三名 杨幂 大秘密工作室晒出了她冬天最后的存照 依旧是纸楼半张脸上女 不过这发迹线真比之前快突的时候好多了呢 等等 她这脚得有四十码了吧 你们看呐 红榜第二名 杜鹃 还记得杜鹃以前那个辣眼睛的造型吗 中分盘发好像谁家的姨太太 一会一望清冷形象 网友直呼辣眼睛 这招的她终于又让人惊艳了一把 虽然穿着让人看不懂的衣服 所长想说哈 原版模特穿起来 野蜜之丑 但她站在竹筏上 由于桂林山水之间 宛若话中美人 此情此景颇有诗意 果然 她还是适合仙女般的造型 红榜第一名 鼓励纳扎 纳扎最近为她的新剧宣传 现场和斗笑互动十分有爱 霸道暖总裁和小仙女的故事 一定非常令人期待哦 现场纳扎穿着条文的裙子 绑着马尾 真的是仙女本仙了 不过发际线貌似新作的 和杨幂的发际线又一曲同工之妙 下巴怎么也比之前尖很多呢 纳扎不会是做鼻子之鱼 也整了下巴吧 但现场图看起来好像又正常了 可能又是批图师的过 不管怎样 专业看了二十年的更美所长 都希望娱乐圈女星 信念颜值越来越美 小美成纳扎小仙女的宝宝 关注公众号更美 有变美结晶哦 下载更美PP 还送纳扎同款变美项目 你会又切幸投